反转 韩红王一博河南公益影争议后 补助新生儿5000元 评论苛刻 虽然这段时间娱乐圈关注的对象都在吴亦凡和都美竹身上 但是在此之前 河南的洪灾问题 因为韩红爱心基金会的举动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大家都知道韩红爱心基金会在疫情期间各种奔波 捐助一气等物资 当时博得了很多人的好感 谁知道这一次在河南的公益行动中 韩红等人虽然带去了物资 而且还有当红明星王一博现场进行慰问 但是却因为被曝烂用救生亭以及为了拍战而不顾灾民安危 所以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此次事件的后续不仅有官微对此进行不点名抨击 而且还使得韩红爱心基金会发布声明进行说明 网友们更是不间断地要求韩红基金会将2020年的款项明细曝光出来 其实大家只看到了韩红爱心基金会的表面动作 根据最新消息来看 此次河南公益行有可能反转 因为根据郑州大学第一附属意愿发布的消息来看 韩红爱心基金会将会给每个新生儿5000元的补助 从发布的内容来看 目前该项目正在提交资料审批阶段 总共将会补助2000万元人民币 而发放的地区仅仅是在新乡市受灾比较严重的凤泉区 牧野区 卫辉市 辉县市 或加县五个地方 对象是2021年7月21日零点到10月20日24点期间的新生儿 但是看来不管韩红基金会目前有多少操作 但是网友们似乎对2020年的明细一直都没有忘记 评论也非常苛刻 看来韩红爱心基金会要是不把明细罗列出来 恐怕是很难服中了吧 读者朋友们 你们还会继续支持韩红吗 你们觉得韩红是作秀还是真心实意做公益 反转 韩红基金会河南公益影争议后 将给每个新生儿5000元 评论很苛刻 请去才会把你紧紧的包起来 还有大伤的眼里 让我弄大一块 哈喽